治不好 根本治不好 我就是被那个很很嫌弃的那一个 所以我今天回自己家了 从很远的地方 从医院回到了自己家 我没有去留意在他家 有些事情 真的 特么难受 这种感觉 真的无法用词语来吸用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完全的靠我自己了 真的我不祈求任何一个人 包括父母 只能自己靠自己给自己 最大生活的好处和安慰 然后我可能过段时间吧 还会去一趟北京 因为这次我到上级 上级更要求我去更上级 我什么都不想了 真的 累了 更别说 哎呀那时候想着有车有房就最好了 有一个好丈夫就最好了 有一个好生活就最好了 现在不是的 我只想 有一个好身体 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在都身体没了 我觉得 都是福音 身体好 什么都好 我觉得我最近的感慨 特别特别的多 因为 这是我 有史以来 最低谷 最没人 问候 最无助 最没人关心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就是生命救援 父母可能还会在身边 觉得很温暖 但是长大了以后 突然发现 做什么都是一个人 我认收了 家人们 有很多家人就是 说我都是装的 我最想 有谁 愿意拿自己的生命 来开玩笑 反正我是不想 我只希望 我自己 包括自己所有的家人 包括所有路过我这里的 所有牧师的人 只希望大家 平安快乐 平安这个时候 好搞笑 刘宜才就是 对我施手鱼的东西 不问不问 就是你不着急 给他打电话 你不着急 给他联系 他就是 永远都不会联系你的那种 然后呢 他又不说分手 然后呢 他又不说 不在一起 他什么也不表态 就是这样子 牵着